总统的外申曾经担任美军反恐指挥官的余靖 去年底从菲律宾绑架案中救出了张安伟之后 决定要回台定居 当通路销售经理并举办国际性综合搏击赛 余靖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坎言 在战场上要克服恐惧害怕的方法 就是平常训练被打倒再站起来 但是创业就不是这样了 他差一点亏钱倒闭 这次看到了疾病杀人案中 有人以武术制服收嫌 称赞着是真英雄 要持续地推广习武的动气 公平全球的格斗以及运动 电影里常常看得到 电影中一名成胸好动的年轻人 在接触格斗运动之后改变了心境 找到人生方向 而这一股自由国际风潮 也已经吹向台湾 就在五月底热闹的台北东区 举办了一场国际性自由国际竞赛 是个国家选手和台湾 促述家排上一季节 来自台湾 身高173公分 体重72公斤 对战纪录以色零半 让我们欢迎张思杰 这一场国际赛 完全是私人企业暂助主任 背后的推手 就是救出张安威的关键人物余晋 我是觉得每天可以这样子有 挑战自己有这种比赛 或者那个竞争是非常好的事情 其实我是觉得每个人 应该找一个这种运动 真正的去比赛的时候 然后有人在打你 就突然就都封起来 然后很难控制你这个恐惧 练这个格斗跟这个拳击 就教你怎么控制你这个心 然后真的就教你怎么冷静 然后安定下来 我看的时候不是一个 两个人在打架而已 对不对 我是看就是像一个 不贵话 组合合击是允许使用各种武技 手脚必用的格斗运动 除了健身 更需要灵活运用战术 让对手投降 在现场观众群 我们发现偶像艺人吴建桃 也是自由合击运动的安好者 我觉得说一切要好好地控制 能把握自己安全 首先是什么地方 然后我觉得这个运动呢 是一个很 教导自己说要怎么样保护自己 这个是最重要的 他们是在这些选手上 选手身上看到的是一种精神 所以他们来到看到这些东西 是会有一种动力 我心里有空笑的时候 我大于被KO 对不对被KO 然后去医院三天 然后后来 因为我自信就被破坏 所以我就去找了自己的拳击教练 控制 找一个方法 怎么控制制度恐惧 对 然后面对这个挑战 然后就后来变成 系列的那个冠军 顺利救出人质的 前绿扁帽子挥官宇静 也有恐惧的时候 他说要克服就是去面对 他干脆加入了全集社 天天被打到倒下去再爬起来 直到不再被打倒为止